欢迎来到EcoHorizon首次华语的Webinar 今天就会由我VJ还有我两位销售部的同事 Arthur还有BB为大家分享一些 关于这个发展的资讯和这个项目的相关消息 其实EcoHorizon是什么呢 有些人听了会觉得很陌生 有些人很熟悉 如果是在那一带的人基本上都会听过 到底是什么东西还是shopping mall 还是新的什么公园 接下来就给你们看一下这个EcoHorizon到底是什么东西 EcoHorizon是EcoWorld在巴都高湾地区的一个project 它是一个township project 就是所谓城镇规划的一个项目 所以这个EcoHorizon它是占地300颗和300颗 然后这里主要呢 会建筑一系列的lander house lander的房子 还有这个商业的规划 待会会为你们意义介绍 OK 主要今天呢 我们会比较focus在就是EcoHorizon 常见的问题 就是最多顾客想要知道 最多想要知道的一些问题 OK 但是在我们的分享之前呢 就希望大家就是多多合作 OK 希望大家请勿把这个内容 分享到各大社交媒体 或者第三方 OK 因为此内容只限于 线上分享使用 所有的照片或者这个video 千万千万不要screenshot 或者是拍下来 share在你的各大的社交媒体 社交媒体上 OK 接下来呢 我们最想知道就是先从位置 我们先从EcoHorizon 到底在什么location 这个地方 听起来很熟 OK 接下来我们就 请我们的那个 教授部的同事 Arthur 可以为我们分享一下 到底这个真实的那个位置 地理是在哪里 正确位置在哪里呢 相信大家都知道啊 冰城 OK 在哪里吧 OK 它是位于这个冰城州啊 雷南部的这个 西北部这里 就是我们的Batukawan area OK 相信有来过Batukawan area 所以你们可以从这个图里面看到 这个黄色格子里面呢 就是我们的EcoHorizon所在的位置 所以这个地区呢 其实就是 现在还在发展中的地区 所以从图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 现在呢有什么东西 所以第一个你可以看到这个Igat Igat 是一个store 是专卖这个现成的家具 或几家评论品这些等等 这里暂时啊 我们可以来这里的Entertainment 就是这两间 是最多人过来的 然后除了这个呢 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 有这个UOW College OK UOW是University of Hoolongong 它就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这个U College 这个呢 是我们东城的第二个Bride 第一间就在冰岛 这个是第二间 OK 已经是建讨了 已经开始议会了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The Ship Campus The Ship Campus The Ship Campus 就是我们知道的 Pernacellar College OK 这个呢 你可以看到它是像一个船头的一个campus 也是一所大学 然后我们再去左边这里 你可以看到呢 这个摆设的格子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青城工业区 所以这个呢 大家不用担心啊 为什么 因为这个青城工业区呢 它基本上就像Lepast的这个工业区 它是比较啊 没有环境污染啊 没有这个pollution的 OK 所以相信大家都知道 这个Equal Horizon的位置 所在位置很清楚 都知道在哪里 OK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要看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问题呢 都会常会问我们的 第一个 交通如何 会不会塞车 还有前往冰城的多远呢 OK 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啊 这个你可以看到 从这个图里面啊 我们的Equal Horizon的前方 就有一个交通 就是我们的接会处 所以这个交通很大很大 然后有四个出口啊 这个是我们的highway 所以如果 我们从Equal Horizon呢 我们走出去右边呢 我们是前往这个东州的第二大桥 OK 那左边呢 我们就会前往吉打 吉隆坡 就是我们所谓的啊 南北大道啊 然后如果我们 这个是我们现在 所有的这个啊 最大的highway啦 我们所知道的这个高速公路 OK 除了这些呢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 就是周围的交通发展 OK 一号呢 就是我们现在啊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 stadium highway 然后我们的stadium那条路 这条路从Batugawa呢 你可以通往到这个 Dambun啊 Dambun啊 或者是新巴安巴 OK 比如说你想吃海鲜啊 很好吃的海鲜啊 或者想去新巴安巴那里 这条路可以直通到那一边了 然后现在政府在狂见着这个 啊 这条道路 所以到时候 你如果是过去来说呢 你可以看到这条道路 其实是蛮复的 然后除了这个呢 我们可以看这个第二号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 这个Batugawa呢 出去 那是这条道路的时候 我们就去到这个Veros OK 这条就是我们的 去到嘉鱼啊 就是以前我们的 旧路去鱼宝 这些等等的 OK 所以除了这两条呢 我们的未来道路发展 你可以看到这个黄色西线呢 OK 这个就是我们未来道路的发展 这个我们的所谓的 是一个Trumple Interchange 你想要像一个大老吧 这样子的 他就会从这个Batugawa 直接通往到这个 南口大道去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实因为政府 他已经这个 预先把我们解决了 因为这边是一个 轻易工业区嘛 所以政府已经预料到 未来这边会 叫什么 交通会比较繁忙 所以政府已经把我们 解除了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有 除了Highway之外呢 我们还有这三条出路 是普通用的 OK 下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从Batugawa 去槟城有多远呢 我来为你们解释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Google Map的图 如果从Batugawa 我们就用这个槟城 国际机场 来做一个标志 从Batugawa 去槟城国际机场 其实很靠近 只需要25分间 就大约28公里 就能到这个槟城 国际机场 为什么很靠近呢 其实你看 如果我们住在K 我们从家里 只是出到一个Highway 还没有到工作地区 就可能已经要活了20分钟的时间 所以其实这边是很方便 很靠近的 只需要过一个大桥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如果我们从Batugawa 要去Prince Bay Mall 多远呢 OK 我们有两条路 第一条就是我们的第二大桥 第二大桥 只需要大约24分钟的时间 OK 就很靠近 那比如说 你们想 before去Prince Bay Mall 之前你们想去举路啊 去这个Booking of Dajun 先去吃一下这个玉侯饭 这些东西等等 你们可以用这个第一大桥 就是通过这个第一大桥 去到Prince Bay Mall 有大约多一个六七分钟左右 大约半小时 你们就可以搭着Prince Bay Mall 所以目前你可以看到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方便 很很快能到达这个目的地 所以相信我都回答了大家的问题 OK 好 谢谢阿德 好 相信大家也对这个Batugawa 就有一点认识 然后也不觉得很陌生 OK 所以现在呢 就跟大家分享一些 到底 这个也是其中一个 很多顾客 很多朋友都想知道 到底 你买这个Batugawa 这个地方 尤其是Horizum 到底是多 多数的人是买来 自己住呢 还是买来investment 那样子 然后这边呢 我们就有请 我们另外一个同事VV 跟大家讲解一下 到底这边的顾客群 是属于哪一种顾客群 OK 好的 所以 基本上呢 我们的顾客 屋主呢 都是两者都有 就是 自助的 还有买来投资的也是有 那我们来看看 我们Eco Horizon的Master Plan 基本上你会看到我们的Master Plan 里面有分成商业区和住宅区 我们的商业区呢 计划是在主要路口马路的旁边 你会看到我们的商业区 接下来呢 我们的住宅区 会有分成四个区域 在我们的四个区域里面呢 也是我们会有 Ashton Collection Vydon Collection Champton Collection 还有Dawson Collection 所以这个四个区域里面 我们建的也是不同的类型的款式的物质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Ashton Collection是算成排屋 还有花园式排屋 Vydon Collection就是半独立式和独立式羊帆 Champton Collection Champton Collection 会是最新的 就是比较小间的排屋 还有扣风 Dawson 会是未来发展的物质 然后我们现在呢 Vydon Collection 是属于Open for Hooking 然后Champton Collection 会是Open for Registration 基本上我们Ashton 会是在今年年尾尾起好 我们接下来可以看到 Eco Horizon的十景拍摄 在这里呢 你可以看到 我们的Ashton Collection 三层排屋 是几乎差不多要建好 尤其是年尾会交锁石 然后我们在Site 还走着的工程 会是我们的Eco Horizon City 就是Voralis 我们第一期的商务业区 这个Eco Horizon City Voralis 会是两到三层楼的三页 然后我们也会有两个的Drive Thru 然后在我们这个Eco Horizon Voralis的三片单位呢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设计图 还有我们的现在工程进度 基本上我们这个工程进度呢 我们是预期明年会开始营业 我们的Eco Horizon 如果他们搬来这里住的话 明年就可以来这里寻找他们的美食 因为我们也是有Drive Thru 然后为什么我们会想说 这里我们也是有那些我们的投资者呢 因为我们的附近 其实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周围发展去向 我们的Industrial Park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图上有一个红色的格子 你可以看到其实这个是轻型的Industrial Park 你可以看到说我们几乎有大概二十多间工厂 在这一间工业区 如果我们目标是一间公司 有大概一百二百到三百个员工之间 他们现在想要寻找房地产的话 我们的Eco Horizon 会是他们的首选 因为我们基本上做的都是Land Up Property 而且距离从我们的Eco Horizon 去到他们的工作地点也比较靠近 VJ我想问你 因为我的Customer 很多Eco Horizon 他们是问起 他们如果有住在这里 孩子要上学要去哪里呢? OK 所以这个学校的部分就由我来解答 OK 如果你家的小朋友你好像是读着幼儿园 现在想要上小学的话 就有一个很好的消息 就是这边会有一个新的滑小 会在今年这样子开始建 这个滑小就是叫光玉滑小 光玉滑小之前是在北海区的 就打算就在今年一半千整个学校过来 这个巴都卡湾的这个地区 就是它的位置就是这个3号这边 其实离我们的项目蛮靠近的 但毕竟你也知道 因为今年才来起建的话 至少也是要一两年才好 如果是讲我今年年尾就买一间Action来住 然后到底最附近的学校有什么 你其实从这一个Horizon这个地方呢 如果你是要到附近的小学 有一间是叫敬群小学的 天困 OK 那个敬群小学的话 你其实就在那个 汪文区那边 如果是说你驾车的话 只需要10分钟就可以到达 非常的方便 然后另外我们说到大学 大学的话 现在就已经建好的是这一个UOW 就所谓这个KTU大学 已经是开课了的 已经是开始招生了的 这如果以后你的孩子呢 是要上大学的话呢 这个绝对不是问题 另外也会有一所新的学校 就是这个The Sheep Campus 在2号这边 主要这个Sheep Campus 因为他们会比较focus 在这种innovation 还有这种高科技的这种cost OK 然后这边你就 以上就可以给你看得到 现在这个三个是目前为止 已经证实了这个学校的位置 另外呢 如果你们有机会可以看那个 政府的这个地图 就把独达湾地图 其次还有两个地方 两个地方是会拿来建这种 所谓的小学或中学的 但是目前为止呢 我们还不能断定 到底是华校还是马来校 因为以后呢 都需要看这个地方 这个地区 到底华人的国家多 还是马来人的国家多 才决定看那个学校 是以什么形式来发展 这样子 OK 然后这个是目前可以看到的 就是已经落实的一些 一些学校的位置啊 然后除此之外 其实没有经过磁剂嘛 其实磁剂也是会在我们的 EcoVorizon隔壁啊 就会有一个发展 OK 他们的发展主要呢 他们也是会有自己的 磁剂的小学 然后会有洗肾中心啊 medical center啊 这些 然后是他们的一个 他们可以说是冰成一个 总区域的那一个服务中心的样子 然后接下来也是有医院呢 医院也不用担心 因为在我们对面 也是会 会开始设立这个 Hospital 其中一个就是Columbia Asia Hospital 也是即将会建造 然后shopping mall也是咯 就是在这个IKEA这边 接下来也是会 有一个连接的商场 这样子 OK so 下一个可能就 跟大家正式进入一下 看到底这个物质有什么选择啊 然后 到底这边的人是会 选择买condo呢 还是买lander house OK so maybe 就需要BB 来跟大家讲解一下这边的 比较多人喜好买怎么样的牌 怎么样的物质 OK 好的 敏捷谢谢 所以基本上我们的顾客群呢 通常我会来到我们Eco Horizon 是寻找的是第三屋 为什么呢 在并城其实现在近几年来都是很多 比较到 就想说我们都是卖比较多公益的 可是呢 我们在Eco Horizon呢 我们会 比较focus 到lander property 为什么lander property 我相信大家线上的你们 在这个MCO期间 大家都是待在家里 然后跟家人相处的时间也比较多 如果for lander property的话来说呢 我们大家会比较有比较大的空间来享受我们自己的私人空间 然后做工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有自己的小空间来做工 然后小孩子呢也是可以有自己的房间来去上课啊还是玩玩具这些 所以在这个MCO期间呢 其实我们的lander property会变成我们的顾客群的focus point 因为现在大家毕竟花时间比较多 比起以前没有MCO期间 然后为什么是lander property呢 因为我们的lander property可以有自然采放 然后我们的空间也要広 有足够的自由空间 而且呢 其实我们Eco Horizon呢 我们做的设计呢 是比较不一样跟传统的物质 因为我们的牌屋后面也会有一个花园叫Black Lane Garden 这个花园呢是可以给大家去上课 然后我们也是可以有这些私人花园 小孩子也可以在这个自家花园内玩乐 OK 为什么我们讲我们的设计会比较特别 因为我们算成牌屋 怎样牌屋呢 怎样会有空地 OK 我们来大家看看我们的影片 因为我们这种款式呢 会是叫Garden Home Garden Home 就是说它其实还是 Terrace House 可是自己本身有十尺的私人花园 我们有两种款式 这种款式的牌屋呢 一个是房间的格局和客厅的格局 可以看到有自己的景色 或者另外一个格局 会是我们的房间和客厅有自己的景色 所以很多顾客呢 就会下一个问题就会想问 我们的房子到底那个方向会朝向是什么呢 因为我相信大家都比较不喜欢西夏的太阳 因为稍微比较热 所以我们的排法我们的房子会是朝向南或者向北 之后人家就会问 我们住在这里呢 因为是Garden Home 所以会不会有什么 Clubhouse 其实我们也是有 而且我们的 Clubhouse 是让我们的四种区域的居民来享受而已 我们不是开放给大众吗 然后我们的 Clubhouse 有什么基本设施呢 会是有游泳池 健身房 烧烤区 派对产队 篮球产 游乐产 等等 所以这一个 Clubhouse 就是基本上 我们只是open for 我们自己的四个地方的居民 所以如果你们觉得想要去 enjoy你们的 leisure time 你们可以直接来我们的 Clubhouse 因为其实我们的 Clubhouse 是3.6 acres的地 我们可以看我们的居民 其实我们的 Clubhouse 设计 可以有 in-door和out-door的 activity 如果你们觉得 家里有人生日啊 要搞一些party 你们可以在这里 搭出那个产地 来做你们的 event 然后接下来 我们的customer 就会问 这个圣家 这样子 外面的人 可以进来吗 所以 基本上我们的设计呢 Eco-Horizon 安全设施 可以算是顶级 因为我们会有 10者高的围里 然后我们的围里呢 也会跟 CCTV 监视系统 连在一起 所以我们有 四种不同的区域 我们的区域 会有四个不同的警卫庭 而且呢 我们现在 用的系统 出入区 通过的是 用RFID 我们的顾客 是不需要再用 access卡 不像以前一晚 这样子 大家进去屋子 是需要停下 然后再用access卡 然后才能通过 警卫庭 可是我们现在是用的是 最新科技 所以不需要用access卡 除此之外呢 我们也是有 EcoWorld 私人警队 24个小时巡逻 在我们的范围里面 而且 我们这一个 EcoHorizon 也是走的是 新的concept 就是 open concept 这样讲 open concept 就是我们的 每一间屋子 不会有自己的 sensing gate 这样子 所以 有些人 会是concent 你们这种open concept 会不会有一些 安全的危机呢 其实我们这里是不会 因为我们有 学手道的围里 跟CCTV 而且呢 为什么我们做 open concept 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市场上的人 不管你住 Condo也好 还是Landon也好 大家都会用有一辆车 所以 我们的那个 停车空间 需要很很大 so that 每个人的车 都可以有地方 所以我们这种open concept 基本上是可以 让我们customer的物质 可以buck 三到四辆车 至少每个人的车 还有自己的停车位空间 OK 好 谢谢BB so 我猜大家 也看过了 这个物质的整个款式 然后这个open concept 的确是非常方便 因为当你有朋友 还是家人 来拜访你的时候 跟你讲 你就知道它的好处了 这个open concept 因为你的车 你虽然讲 你就算是买最小间那个 也可以buck的进四辆车 你也不会说 就是说 bucking到外面的马路 造成就是别人的车 进出的不方便 因为当当你的家 前面的car portion 因为你不用关门 嘛 所以你的车 那一次buck两辆 前面两辆后 也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OK 除了之外 我们大概也了解这个 物质的外形 另外也是会有几个住客 都会常想要知道的问题 就是说 你这种gated garden的物质 然后open concept 到底能不能extend 旁边如果我买corner unity又这么大 能不能extend 另外 有些人都想到 我open concept 这样子的款式 等一下我可以不可以仰头 等一下 别人又complain我这样子 到底能不能仰头 最后一个就是 到底那个管理费 是多少钱呢 OK 所以这个部分 可能我们就有请Arthur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以上的这些问题 好的 没有问题 OK 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 可以加件吗 其实答案是可以的 怎样讲可以呢 通常我们说 stradical就是可以加件 只要你符合有关单位 你要submit你的这个renovation plan 给我们的management OK 拿到他们的这个审核 以及批准 你就可以开始 家建你的这个房子 OK 然后除了这个问题 第二个就是 可以养宠物吗 可以 没有问题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的eco horizon 是一个pet friendly zone OK 当然你如果要有宠物的话 你要做一个有负责任的主人 不要随地给你的这个宠物 到处跑到银居家 去旁边的这些 就是什么好 然后你们要好好的管理他们 OK 接下来就是需要管理费吗 OK 只要是gater and gather 通常都是要给一个管理费 那我们的管理费怎么样算呢 OK 我们会每一土地的面积 我们会charge一个15分 OK Base on这个22x70 就是大约1540方程的这个物质 我们的算成牌物来说呢 OK 每个月呢 你的管理费只需大约254令吉 OK 除了这个三个问题以外呢 也有很多人问 他们打算买了 OK 这个地区呢 这个gore horizon 适合退出注吗 OK 那我来解答一下 其实这个地区呢 当然很适合退出注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OK 因为这个地区呢 我们有这个gore horizon 我们有这个两个 这个 跨于13.6英零的这个火炼鸟屋 OK 这个火炼鸟屋这两个呢 其实它只是开放了 给这个这里的居民而已 就是外面的人 是不可使用的 就是给这个四个区域的人去享受 OK 除了这些呢 因为有这个两个东西 我们的这个地区呢 也是这个浴货 和环境优美 然后大家 这里的住宅 这里的这个住户 可以来这里散步 可以去运动 OK 空气很特别的清晰 然后我们现在 呃 住在这个urban city 就是这个忙碌的 忙碌的生活中 这城市嘛 平成大城市 OK 大家都觉得很忙 放工回家啦 不能讲自己的舒适 自己的临近时间 你们也可以过来这里 去享受一下 去放轻松一下 很舒服 这个地方 OK 然后刚才Vivi 有提到 我们的这个 后华园 啊 这个呢 是一个equal horizon 很特别的一个东西 为什么呢 OK 通常呢 我们住在这个lander property 后面呢 就是我们后面的小路 就是后面的小路 通常都是 对人家 都拉机啊 把车啊 多数都是这样子 可是equal horizon 我们已经把这个 后面的这个小港啊 我们已经把它 换为这个后华园 所以每一条 后面的小路 我们都已经把它 改成后华园 这个小路 有这个20层的跨度 OK 然后这个呢 很适合很适合 给这个退休人 是啊 他们都可以来这里 有这个成长运动啊 或者是啊 退休了嘛 我们也是说吃饭过 他们就很想出去 散一散步 你可以直接从这个 家里的后门啊 直接出来就直接到这个 后华园啊 然后 除了这个呢 因为它是open 给这个全部的这个居民啊 所以 啊 这个 退休人士嘛 都没有事坐在家 他就可以跟银居啊 朋友 一起啊 大家都一起 去啊 活这个时间啊 是有什么空间 去相处啊 至少有人陪伴他们啊 好 这几个就是啊 比较多人会问的问题啊 相信 我 会大家解答了 这个问题 这些问题啊 好的 谢谢阿哥 历姐 我想问你 因为我有 近期 因为MCO 我们的 顾客也比较 抗亏 所以他有问我们说 我们啊 近期有什么 新的优惠吗 OK for这个MCO 期间 大家一定认为 比这个时候 还没有人买入职啊 担心这个担心那个 是有的 OK so of course 这个MCO当中 我们也是有 调整的一些配套 一些很特别的配套 OK 首先 因为我们进入这一个 MCO的package之外呢 先 给你们知道一下 现在我们其实有 做这一个 新的campaign 这个campaign呢 就叫做inside yours inside yours inside yours 其实是一个简称啊 如果他完成的 完整的句子那些 就是instant own your dream house OK instant own your house 就是立刻马上 就可以拥有你的 那个 理想的物质 OK很简单 这个inside yours 其实他的概念 就是五个step OK 这个五个step是什么呢 第一 给你先住 先享受 不用买 先享受 先先住进去 第二 每个月 只需要付1500块 OK 就比起一间物质 可能这个物质 比如说 他的价格 是大概大概900千左右 就一个月 你至少要供一个 4千多块 但是现在 你竟然是每个月供 一半的钱而已 比如说4千多块 东西供1500就好了 另外一半的钱 就是你的什么 你的saving 所以你可以趁在这个五年里面 因为这个inside 尤其是一个五年的计划 所以你可以享有五年里面 你可以enjoy最低的这个interest rate 还有最低的这个工期 就趁这个五年你好好的打拼 OK 存钱 然后你会有更加好的这个income 我相信 每个人做公司这样的 每一年你肯定是 薪水都会有挑战的 就你五年后 你才来给你打算看 你要买还是不买 OK 这个计划就是这么特别 我真的是要买下来的话 第一 你可以把你之前 这个每个月给的这个钱 5块 一部分的钱 转移到这个down payment 就是投期钱这边使用 然后另外 如果我跟你讲 五年后 给你买回今天的价钱 OK吗 五年后 如果你有打算买这个单位 我给你买回今天的价钱 OK 这个就是这个instayour 特别之处 哪里有这样的东西的 五年后 人家肯定是觉得 这个物质肯定是占物 材料存入肯定是每年的占物 不可能五年后买回这个价钱的 所以投出这个instayour 这个skin 这个买房计划 真的是可以给你在五年后 享有回今天的价钱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 除此之外 我们还没有玩 还没有结束 到底我们有做什么调整 你对之前NGO跟现在的这个配套 OK 这边你就可以看得到 这个是我们现在做最特别的 就是零 所有东西都是零 你不用钱 你订物质 有听过去外面 去一个发展商的gallery 订物质不用给钱 有就是会发生在Eco World 这边 零订金 你只要跟我们锁定一个单位 就是不需要跟你收任何一分钱 竟然没有跟你收任何一分钱 到底投钱 一投钱我是不是要把我的定金 放回进去 也不用 只要你的贷款过了 够货 其实你的投钱都可以 除了之外就是买房子 肯定知道要签约 给印花税 要给各民费 通通这些都不需要付 这个legal fees 还有你的loan的documentation fees 它的那个legal fees 全部通通发展上都已经包了 最贵最贵的就是这个MOT MOT就是那个转费也是包一句 ok 到底如果你今天真的有兴趣的话 你要选一个房子 你该怎么做 ok 其实我们在这个下面的product 就是那个video description那边 video description那边 我们有放了很多 我们销售人员的那个whatsapp link 你只要去那边找一个名字 你觉得他读钱比较顺的 或者是你喜欢的 你按进去那个whatsapp link 就可以link到我们的这个销售人员了 so 步骤非常简单 很简单 只需要找我们的销售人员 讲话 所以我们就会try our best 然后帮你们选最漂亮方向最好的房子给你 ok 当你选定单位过后 你我们就会send你一个poking form ok 一个点子的form 所以你只要填上你的那个个人资料 然后帮我们签上一个大名 然后再send给我们 有一个条件咯 就是你send给我们过后呢 我们会给你7天的时间 你要准备你的文件 然后甚至你要submit你的这个文件给银行 然后要提交你的文件给他 去做这个loan application ok 这房贷的那个贷款这样子 然后当然啦 你今天我也相信 买房子肯定是一个人生大事 不是那种上网买水果还是买菜 不过简单给钱就送到来 肯定你也是需要跟我们的销售人员预定一个时间 ok 预定一个时间 最好的消息是其实我们明天就开了 ok 明天我们的Sales Gallery就正式开张 ok 所以我们会跟你做一个约定的时间 然后你可以过去那边去看我们示范单位 去看一下那个环境 ok 所以在那个时候 才是你最后的选择最后的决定 如果你是everything也ok 你觉得这个房子这个方向全部都没有问题 这个地方也非常的漂亮 就在那个时候你就做出你最后的决定 ok 你可以看 今天有兴趣 只是锁定配套锁定单位 就你还有时间到我们的那个教授处那边去决定你要的单位 或者是可能你觉得那个地方不是的 到时你如果觉得要cancel的话也不是问题也没有问题的 而且我们也没有查任何的这个admin fees 还是cancelation fees 通通都没有 ok 所以今天我们的分享力大致上就是跟你们了解 然后这些地方啦 那个屋子的构造啦 还有那个就是各种就是顾客会想要问的问题 当然我们现在呢也会有一个就是Q&A的session ok 还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们 ok 现在好你们可以去这个video description这边 你们可以登录这个slido.com 我们有上一个link啦 叫slido.com 或者是你拿起你的手机你输入slido.com ok 记得啊输入今天的这个event code哦 这个非常重要 11987 如果你输入错的话可能你就看这个东西哦 这个11987 你输入11987的这个event code 进入这个slido.com 然后我们就会在这边一定跟你解答 ok so如果刚进来的朋友 你可以跟着这个步骤登录slido.com ok ok so我们看一下我们这边有什么问题啊 我已经看一个问题 几时可以看房子 ok 我们明天就已经正式开张 so你可以跟我们的销售人员讲 看你几时得空 ok 我们拜日到礼拜都开 每一天都有开的 早上九点到六点 ok so 第二个怎么样联络sales啊 很简单去我们的video description下面那边 ok 我们有放了很多whatsapp的link ok 在那边按进去 ok 按进去就可以跟他们讲话了 快点去改造一下我们的销售人员 ok 呃 负担得起啦 是没有过一百万的啦 我们的牌务是没有过一百万的负担得起 因为蛮多就是现在可能住冰岛的一些客户群的 因为现在多数住在这种condo啦 所以这个地方绝对是一个很好 就是如果你要拿了upwit自己 或者是你要给你的家人更加大的空间 所以你可以就选择这个地方 ok 所以优惠到几时 这个优惠其实到5月12号 ok 5月12号我们就没有了 要的话就赶快来 ok so我们再看了呢 呃 接下来还会有webinar webinar有的 其实我们每个礼拜天的两天都会有webinar ok so我们大概就到这边啦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吧 最后一个问题是商业区大概明年的几时间 大概明年的2月3月 我们就会建好这个商业区 如果是住这边附近的人 你就可以来我们的商业区这边买东西 因为covert一般上我们的做法 就是其实我们的商业区还没有建好前年 我们就已经有我们的一个listing的部门 已经开始去搜索 呃所有那种canon 就是我们会offer他们 就是看要不要住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这样子做呢 其实是确保就是我们的这些商业区 他建好过后呢 至少是有人做生意了 至少我搬进来这边住 那个店啊 至少是有好几间是已经是做生意 你可以去买东西 可以吃东西可以消费了 而不是我都从一个新的地方搬过来 一个horizon 这么就空空这样子的没有东西 所以我们就会提早你做好这种准备 ok 所以如果还有更加想了解的问题 更加多的问题想问我们 等一下可以去按一下我们的WhatsApp的那个 叫做WhatsApp的link 我们会一一半的解答 接下来就是 呃再看回如果想要了解更多 关于equal work在槟城的这些消息的话 你可以去到我们的面子书Facebook 需要输入这个equal horizon 应用的面子书Facebook 记得它一个horizon 平台的这个配奖 然后按follow就可以了 或者我们也是有这个 啊 Instagram 这边也是可以去按一下一个horizon 然后按一下follow ok 我们也是有设立一个平台在linked 啊 ok so 你也可以拿电话来扫描 我们这些QR code 就可以马上把你link到我们的page 来关注我们 ok 接下来这边我们啊 啊 我VJ还有我两位同事阿哥跟BB 也谢谢大家啊 啊 收看我们这个webinar 啊 就是记得啊 联络我们 那如果你要拿到更多的消息的话 ok 我们不见不散 所以我们下一场的这个webinar 哈 也会在这个coming的这个下个礼拜天2点 啊 记得 记得 啊 不见不散 Thank you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散 真的 没什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